Messaging 心意的時候我們通常以前都是在 那個箱片背後寫文字 勿忘如中人 還是說與某某某在哪邊 哼樂台哪一天這樣 那現在其實我們現在有了 片能印表機跟我們的 Messaging Print 心印項鍊APP 我們可以讓這個訊息的傳遞 你的心意表達有更多不一樣的應用 那究竟什麼是Messaging Print 心印項鍊APP 其實這個心印項的APP 它其實是一個iPhone專用的應用程式 它裡面就是說可以在你的 你可以選擇一張照片 在你的照片裡面 切入你想要做的一些文字 或是一些影音的訊息 然後利用Canon的印表機把它列印出來 那我們這個APP 它有提供的信封的版本 所以你在你信封 你的相片印出來之後 你也可以印一個特質的信封 你就可以利用這個信封 把照片包起來 然後寄送給你想要送給的人 然後在觀看的時候 收到的人也是利用 就是打開這個APP 利用它的掃描功能 那就可以看到說之前 簽入的訊息就會顯示在 那個iPhone的一幕上面 那它可以顯示的 包括就是我們有一些 內建的動畫跟背景音樂 或者是像剛剛我們的示範的 就是我們可以顯示連結的影片 那另外還有比較簡單 就是我們可以記錄幾個簡單文字 然後還有一個提供一個連結的 一個URL這樣子 這邊就是我們也是一個利用 假設說各位就說 最近有公園要生日了 我們要送禮物給他 那通常我們可能就是一個禮物 付一張卡片 那其實我們可以讓他卡片 再來創造更多驚喜 就可以利用我們這個APP 就製造一張相片型的卡片 那就請就是送給 送給我們那個對方的時候 他就可以下載APP 然後就慣慨你 就可以把你很多可能祝福的話 你可能當面不敢說 你可以把它錄下來 然後就把他影片做好之後 就當收到的人他打開 他就可以看到你的祝福 其實就是其實這是創造 多很多的驚喜 以及感動人 好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說 實際我們這個APP 是怎麼樣去做一個應用 好我們打開APP之後呢 他現在有兩個功能 一個是掃描 一個是列役 那我們現在來看掃描部分 那就是收到的人 他就打開這個掃描 然後就拿就是這張照片 然後我們在那個距離 大概大概十公分左右的地方 好這邊我們就是有一個問你的邀請 都剛剛我們看過 那我們再示範另外一個 我們用一個動畫 動畫的一個效果 那我在掃描的時候 其實 不一定要掃描 整個照片 只要任何一個角落都可以 好 因為我們這大照片是很實用 所以他在這個身體 很實用 那在中間這邊就是紀錄你想要 好 好那如果我們要怎麼樣製造一張 製作這樣一張的照片 那我們就進到我們的 列印的功能 那剛剛有提到他現在有三種的模式可以選擇 一種就是可以使用內建的一些動畫訊息 像剛剛那個 還有視訊的部分 就是你已經製作好的一個影片 可以上傳到網路一個空間 到時候你就把他那個 影片的答案的網址放進去 那另外就是可以 可以輸入一些文字跟UI 就是一些網址連結 那我們現在就示範這一個 增強的這個部分 好我們點進去之後 那這邊我們在APP 其實他內建有很多的版本 包括像生日啊 祝賀新年 然後還有派對的邀請 然後表達愛意以及感謝 然後一些恭賀別人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挑一個 我們挑選一個生日的好了 點進去之後 那這邊會先預覽 那你才知道說 他整個動畫效率是怎麼樣 然後點進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挑選我們想要的照片 好我們跳完一張之後 然後我們就點他下面的說圖 然後就可以輸入你想要表達的一些文字 然後我們就打生日快樂 按確定 好那這邊有個預覽功能 你就可以看一下預覽 就是說在一照片上顯示 我們要是什麼樣子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按修成繼續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按修成繼續 好這邊的話我們要先確認我們的印表機 先選定好印表機的位置先註冊好 好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可以做一些設定 設定 設定 然後我們可以選擇說我要用幾份 像那個結婚邀請卡 你不可能每一張一張做 這樣我們可以一次可以多印幾張出來 這樣子 然後另外他佈置設定這邊我們點進去 好我們這個在這部分 如果你選擇標記半透明 他就會在你的照片這邊會出現一個 透明的紅色紋針的標誌 然後可以讓人家知道說 欸這張是不是有含什麼訊息 那還有第二種選擇 你可以把應用程式下載的連結把它加上去 所以收到的人他可以掃掉這QR4 他就知道說欸我可以到這邊下載用程式 那還有一種就是選擇 就是完全就是彎的那個相片的樣子 好那這邊一樣我們可以選擇紙張大小 然後相片紙的就是你的紙張類型 那也可以選擇說你的相片要不要有旁邊有邊框這樣子 好這樣設定完之後 好我們就按列印 啊這樣我們就會搭配我們的那個程度表記 就可以給你出來這樣子 那我們再看一下我們那個影片的設定好了 好我們如果選擇這個影片的話就是點進去 然後這邊一樣一開始第一個步驟就是先挑照片 好然後到時候我們就把這邊 就是你上傳好的網址就貼在這邊 然後就可以繼續這樣子 所以其實整個操作是非常的簡單 就是我們就利用差準節的步驟就可以 那另外我們在這個裡面 他有一些內建剛剛講說信封 所以到時候其實你在另外 列印完那個相片之後 他會跳出一個視窗提醒你說 欸你要不要順便列印那個信封 然後裡面有幾個半層可以去做一個選擇這樣 那這邊我們這邊就有幾個可愛的型 那我們有些桌上有些範圍可以看一下這樣子 那我們剛剛是看到demo部分 那目前我們這個就是我們這個新項 能給你APP目前支援的硬體的部分 適用的硬表機就是我們Canon 在2009年下半年一直到今年推出的機型 只要就是有無線網路功能都可以做使用 那目前可以支援的相片尺寸是4x6跟5x5 那他的手機的部分就是iPhone 6 或之後更高階的一張機型這樣子 那搭配的相片子 我們這邊Canon原廠這邊也有這幾款 都可以做入用這樣 那我們今天除了就是介紹我們的 列印APP這個軟體機碗 那我們也來為大家介紹 我們今年下半年推出的三台機型 包括有就是有傳真功能的辦公室 運用的TR-8570 還有我們的家用旗艦級TS-8170 以及這個家用物門級的TS-317 那接下來就帶簡單為大家介紹這幾台機型的特色 首先是TR-8570 他就適合著小型辦公室搜狗族的一些列印 那他跟之前的我們的Canon的有傳真機型的複合機比較 他其實這一台機型 其實他的體積有在更縮小 但是他的功能還是非常的完備 那他這邊這一台是使用五色分離式墨水 所以對於一些有高品質採用需求的一些商用 其實他們很適合這台機型 那另外有提供自動雙面列印 那這邊自動送考器也有20張可以做自動送稿 所以多頁掃描或影印的時候會不方便 那這邊有前後雙向送紙 所以可以同時使用兩種不同指順或紙張類型 然後有Wi-Fi的網路 那另外有資源比較常用的一些證監依義功能 然後又有記憶體接收、物質接收傳真的部分 那我記憶體可以儲存250張的文件 那另外這一台還有他還有一個SD卡的插槽 所以你也可以設定說你的傳真或掃描 可以直接傳到SD卡裡面 好,接下來是旗艦級的TS-8170這一台 這一台呢,我們這次這一台他的 在四二台表現上比之前他的顏色表現更精彩 而且他在相片列印的時候,他的顆粒感會降低 然後一樣提供了雙向近視自動雙面列印 然後他也是採用孵控螢幕,4.3吋的大螢幕 那這邊提供SD卡 就是直接可以列印SD卡裡面的JPG圖檔 然後還有另外還有光碟列印 那我們的外型是採用紅色,整個在洗氣,掃洗的設計 那這一台我們剛剛講到他色彩表現比前代更強 那因為他之前我們這一台是採用新的系列的墨水 那所以他是在光面紙上的列印他的色域更廣 他的表現會更好 所以在列印一些風底罩的時候 他的顏色會更自然更亮麗 那另外就是在針對就是我們這次的第六色是相片 相片藍這個顏色 他可以就是減少就是在藍白色中間這種顆粒檔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再講究一下就是我們使用我們的Canon的原廠墨水 還有我們的原廠相片紙 你印出來的照片只要你好好保存 其實可以保存到幾十年都沒有問題 所以你現在年輕時候拍的照片 你當然將來可以給孫子看 當年阿公阿嬤也是有時候青春漂亮的樣子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他的一個表現的部分 那這是一張以藍白為主的一個照片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細部細節的部分 好,我們TS-8170 在這個比較細節的部分 跟前代機型相比 其實發現其他的細緻的清晰度就變得比較強 好,然後我們再把他再更放大一點的話 在顆粒感的比較上 也比前代機型其實減少非常多 好,最後介紹的是那個入門型的經濟型的TS-3170 這台就比較適合一般那個學生啊 或是一般家用文件列印 那這一台也是我們在那個 等於入門地階這邊我們支援滿百列印 它的尺寸包括有4x6、5x5x7 可以給我們家相片尺寸度練習 那另外有提供1.5吋的螢幕 所以在做影印的張具設定 或是在切換Wi-Fi跟點對點模式的時候 它也有一個比較清楚的顯示 那另外這邊也有支援Alco 所以那個Apple 7也可以直接做業務 好,那我們今天現場 大家的桌上還有一邊展示區 其實有很多張照片 所以待會就邀請各位媒體朋友 可以親自去下載這個程序